听说这是快递小哥最解压的送货方式 拿着一箱易碎品做个后空翻 贴着墙壁一顿摩擦 在割电梯门一顿猛加 即将送达石化身足球运动员 一顿花里胡哨的盘带 最后指哪打哪 潇洒射门 脚上功夫耍得好 礼貌敲门都省下 等大哥收到快递 里面东西都已碎成了玻璃茶子 他神情麻木 骂骂咧咧地说要投诉 老金根本不在乎 因为他就是故意的 等大哥发现狗子变成了毛绒玩具 老金已经揣好狗子 扬长而去 没错 他伪装成快递员 就是为了偷走大哥的狗 目的 就是为了把狗还给他真正的主人 而狗主人盼来了爱宠归来 除了酬金给到位 自然也会热情招待一番 一宿过去 起碗的老金着急赶回单位 邱明山练过的车技妥妥停在了车位 是的你没看错 这吊儿锅当的男人 其实是个警察 显然还是局里最不着调的那个 今天他又接到了大案 著名橄榄球队海豚队的吉祥物 海豚雪花离奇失踪 要看赛气将近 但失去吉祥物的队员却毫无斗志 因此球队经理 花仲金请老金来帮忙 还派自己的助理莫妮卡协助调查 而老金的办案手法也让人大吃一惊 他不像常人一样到现场勘察 而是打开了一条水管 是的 他认为偷走雪花的小贼 是从水管溜走的 果不其然 他找到了重要线索 一个碎成渣子的红宝石 宝石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主人 别看这点碎泻不起眼 但实际他来头大着呢 他是海豚队冠军戒指上的宝石 也就是说 偷走雪花的是海豚队的队员 球队里有内鬼 南板白雪公主你见过吗 哦一个口哨 好家伙 什么玩意都出来了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冰里壳的 什么萌萌哒的干脆面 偷盘桃的小侍猴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 这个动物界内团宠的男人 是警局里的王牌侦探 近日他接到了一个大案 橄榄球队的吉祥物 海豚雪花离奇失踪 他怀疑雪花是被球队里的人偷走的 原因很简单 小偷在现场留下了冠军戒指的宝石碎片 而这没戒指 只有海豚队退役球员才会有 于是老金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排查一切拥有戒指的人 挑衅海豚队前队员飙车 故意激怒他 再用望远镜 观察他善意手指上的戒指 上面的红宝石没少 看来不是他 这个男人也是退役球员之一 出门寄信手却拔不出来 因为老金躲在油桶里观察他的戒指 一番地毯式搜索下 老金排除了一切可疑人员 可依旧没找出嫌犯 就在他毫无头绪时 另一个噩耗传来 海豚队老板自杀了 邻居听到屋内传来一声尖叫 阳台的门是开着的 说明他是跳楼自尽 警长宣布结案 可老金却有着不同看法 他走到阳台门前 开始了他的表演 看似胡闹的行径 却指出了一个关键点 这扇门隔音效果极好 而案发的第一时间 阳台门是紧闭的 邻居根本就无法听到尖叫 那就只剩一种可能 老板是在室内被杀 凶手把尸体扔下阳台后 制造出自杀的假象 单凭这个破绽 老金就足以怀疑 杀害老板和偷走雪花的贼 是同一个人 这绝对是洗漱界的扛把子 整管牙膏往嘴里对 接着把头塞进马桶里漱口 最后再用皮筛子吸干脸上的水 很人才用骚操作 但这位哥不是疯了 而是他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就在刚刚 老金从莫尼卡口中得知 照片上的人其实并不全 有个叫雷费高的球员并不在其中 而他被除名的原因 是当年一场极为重要的决赛上 踢错了决定性的一球 导致海豚队与冠军失之交臂 从此雷费高名声彻底臭调 不仅被千夫所指 还进了精神病院从此销声匿迹 他把所有错误归咎到其他球员身上 认为是他们对橄榄球做了手脚 才导致自己罚球失败 为了调查真相 老金来到雷费高住过的精神病院 以本色出演 蒙混过关 他找到雷费高的遗物 里面有张报纸 上面有个地方被做了重点标记 一个叫艾露斯的女孩失踪 雷费高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女孩如此关心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释 自家狗子过来凑热闹 恰好他毛发披在了雷费高的照片上 老金定睛一看 这张脸怎么这么熟悉 等等 这不就是自己的女上司吗 想到下午两人的法事见面问 老金忍无可忍 冲到浴室消毒了一遍又一遍 委屈的泪水顿时躺下 与此同时 那个让雷费高伐丢球的球员遭到了绑架 于是老金隔天一早 跟踪女上司来到一废弃码头 果不其然 海豚雪花跟被绑球员就在这里 他轻松淡掉两个看守的小保镖 可随即 女上司持枪出了线 还召集警员过来支援 显然是想把绑架的锅甩给老金背 麻烦都找上门来了 能不抵抗吗 那 老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表示球放过 但女上司冷漠无情 且还要他狗命 这下真是舒克 忍舍不能忍 老金直接冲上去跟女上司拼了 等警察赶到 老金又当众揭穿他的身份 老金想证明女上司是个男人 于是准备摘下他的假发 可没想到 这是真的 女上司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真实 老金有点慌 但被绑的球员显然是个老司机 一眼就看出那里不对劲 他偷偷告诉老金 而老金果然也找到了 女上司是男人的证据 女上司就是雷飞高 铁证如山 在场歪歪过女上司的 顿时连连干呕 就连海豚雪花也不忍直视 而他手上戴着的戒指 果然少了一截红宝石 老金一战成名 用奇葩且无厘头的方式 顺利告破海豚失踪案 金凯瑞不愧是搞笑界的扛把子 喜剧电影《神探飞机头》 即便是94年上映的老电影 但凭他独特的表演方式 放到现在看也不觉得过时 有谁还看过金凯瑞的其他作品吗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